各位飙伴们好,今天看到这三只手标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标官在九时位置是左把手标 我不知为何真的很喜欢左把手标,我觉得它们是非常特别 坊间比较少有点,所以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牌子就是 Zeno Watch Basel 的手标 这只标非常复古有味道,你看到它的数字设计 还有这个飞行员手标常有的Coin Edge Basel 还有它标殼和标耳的零角位和抛光 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挺帅的,有点像我之前介绍 例如浪琴和Eterna帮捷克空军设计那些二次大战的飞行员手标 我觉得有点小小的异曲同工之妙 现在先调一调时间,移出一格就靠日历,移出两格就有停留功能 这样就调时间 其实这个机芯大家都会很熟悉的,就是 ETA 的 2824 机芯 真是很奇怪,如果在其他标道,2824 我觉得现在很少有了 通常都是 SW200 机芯 但在Zeno Watch Basel 的手标来说,2824 好像是入门 因为它用很多 New Old Stock 古老的机芯 给大家看一下,没有做透底,寫着 50 米防水 大家都知道,是 ETA 的机芯 大上有 7 吋的手腕 你看到标冠在左边,所以不会硬撑你的手腕 亦有夜光,小时刻度,指针,数字都有夜光 而且你看到标面有限量 number 在这里 譬如说这个 number 28 写在这里 我真的很喜欢它这个泛黄的标面,和那些复古的黑度 两只拍在一起,有一只右边那只是黄的 左边那只是白面,或者是银面的 总之标面就会有限量 number 在这里 有这两只,但刚才有三只,还有黑色面这只 我觉得这只更加像是飞行员手标 通常都是黑面,白字那样的 三只都排在这里给大家看看 对啊,价钱还未说,它定价本身是 7000 多港元左右 那现在呢,当然是介绍得有点优惠 那现在这个价钱呢,就是 5300 多港元的优惠 那这只标,其实真的挺有特色 你坊间说要找一只这样标学设计,还要是左把的飞行员手标 都相信比较难找到的,我真的觉得是挺有味道的一只标 那如果大家喜欢飞行员手标,或者像我那样 喜欢左把的手标,那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亦都给大家再次看一看夜光 那大家有兴趣呢,都可以去到观塘的SOMETIMES 试一试上手吧,看看会不会太健碩,还有你喜不喜欢这样的设计 希望大家都继续支持不同的牌子 例如Xeno Watch Basel,支持地区小店和我拍影片 未订阅麻烦,但也支持我,对我来过真的很大的推动力 我最喜欢出去不同的地方 找多些有趣的手标,像今天介绍的Xeno手标 以及隐世标行和大家聊天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今天的分享,拜拜! 拜拜!